最後一個要講的是季節 就冷熱 因為直射位置不同會造成季節的變化 我們地球的公轉軌道是一個橢圓形 就表示有的時候離太陽近 有的時候離太陽遠 但是我們會造成冷熱的原因 不是因為遠近的關係 我們那個橢圓非常的遠 很接近一個正圓形 所以遠近其實差不了太多 真正會造成冷熱的差別 是因為陽光直射或者是斜射的關係 如果陽光直射能量就比較集中 就會比較熱 陽光如果斜射能量就比較分散 就會比較寒冷 所以主要會造成冷熱的原因 是因為直射或斜射 我們有個圖示 左手邊是陽光直射 照在一個1平方公分的面積上 這麼多能量集中在1平方公分 右手邊以45度角斜射 所以有一邊數學學過 更泡二嘛 1.414嘛 所以變成1.4平方公分 那麼能量就是同樣的能量就散在1.4平方公分的面積上 所以單位面積所積的能量就會怎樣 比較少 單位面積就會比較少 所以就會比較寒冷 所以直射會比較炎熱 斜射會比較寒冷 透過一些現實的狀況 我們也可以做一樣的了解 比如我們1月的時候是在近日點 請不要把近日點跟什麼冬至夏至表在一塊 近日就是地球離太陽比較近 1月的時候是近日點 可是1月是北半球的什麼天 冬天 靠近太陽反而是冬天 因為這個時候陽光直射是南半球 斜射北半球 所以北半球比較寒冷 而7月的時候我們是在遠日點 可是卻是北半球的夏天 因為這個陽光直射北半球 所以由這個現實的狀況就可以理解 會造成冷熱的季節變化的主要原因 是不是因為離太陽的遠或著近 不是 是因為直射或者是斜射的關係 所以因此南北半球季節是相反的 北半球直射北半球就是斜射南半球 所以北半球是夏天半球就是冬天 對冬天 所以你寒假想要去澳洲玩的時候 上飛機的時候穿著大衣啊 大厚外套啊 裹個圍巾啊 可是包包裡要放一些清涼的衣服啊 小可愛啊什麼之類的 因為澳洲那時候在夏天 倒過來如果你夏天要去澳洲玩 那衣服要準備一些遇寒的衣物 因為澳洲是冬天 所以南北半球季節是相反的 也因此我們就曉得 我們的赤道附近低尾度地區 一年幾乎都在怎樣 直射嘛 所以就曬好多 就好熱 高尾度地區呢幾乎都怎樣 它都斜射嘛 大有多斜射 所以都怎樣 會很冷 所以低尾度會熱 因為大部分都在直射 比較直射 高尾度就冷 因為它都在斜射 不過沒關係啊 為什麼沒關係 我們有大氣啊 可以喇喇的嘛 可以喇喇的 熱空氣會上升 冷空氣會下降 會跑啊 會跑啊 熱的會往那裡走 冷會往那邊走 就會喇喇的嘛 就會使冷熱不會差太多嘛 因為我們有大氣可以 所以我們不是講過嗎 如果沒有大氣 溫差就會很大 我們還有海水啊 我們還有水啊 也可以喇喇的嘛 來幫助我們調節 所以按照陽光直射的狀況就是 高尾度就是應該要冷 低尾度就是應該要熱 但是我們藉由大氣跟水的一些調節 可以幫助我們 讓我們的溫差不會那麼大 就是有關於陽光直射斜射 所造成的季節變化的問題 OK